看什麼時候有發屌噪給對面的選項 對啊應該有發屌噪的選項啊 正常男生都這樣吧 看到漂亮女生先發屌噪 我說其他正常男生不包含我 我比較怪啊我不會每次發人家屌噪 謝謝傑哥聽信你的話當個正常男生 我現在在警察局 今天看到有一個觀眾留言 講得非常的好 傑哥的直播要幽默有奶子 要技術有奶子 要臉蛋也是有奶子 不管怎麼樣噢 沒有的部分我們全部都可以靠奶子來補 我們還是盡力的找了一些不錯的奶子手遊來給各位啦 是奶子特輯嗎也沒有特輯 就是會放在封面上騙騙大家啦就這樣而已 傑哥我必修期中考報了 請問傑哥大學有被當嗎 嘿我被當的還不算少啊 我大一大概只拿了十個學分上下吧 大一通常是大家要修最多學分的時候 欸我沒有 我都不會我都看不懂 後來我就覺得幹不行 這個我大概避不了業吧 然後我就轉學了趕快跑 然後後來我就讀新的 四新的傳播管理系 那個就比較是正常人類看得懂的東西 但是我的第一年基本上啦 能抵的學分是零 啊除了國文以外 連英文都不可以抵 他們覺得我原本學校的英文程度不夠 等於我的大一上學期喔 只有兩學分 但是你知道嗎 我後來其實我學分都就差不多 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其實 正常人來講耶 那個學分應該差不多夠 但是我就一個會計 我會計過不了 然後會計是必修課 也最多讀了一年 好爛喔 為了讀會計 傳播也要會會計 我們那個科系 就是傳播管理系啦 就因為你 你要修一些媒體相關的課程 但是你也是管理系 管理相關科系的 你還是要學金桶快 原本念什麼 原本念那個亞東技術學院 幹為了一個會計 多讀一年真是爛死耶 剛剛畢業去哪裡工作 我在YouTube工作 應該是我畢業前 最後一年我就只修兩個學分啊 超閒的 我就開始弄YouTube頻道 一直覺得管理系很廢 出社會當不到主管 對啊 當你真正當到主管的時候 你早就忘記你之前學的東西了 這麼早學幹嘛呢 當主管的時候 就是直接現場練等了啊 對啊 那為什麼要有管理系呢 有人是讀管理系 然後直接去空降當 空降當那個的嗎 主管的 應該沒有吧 管理系的理論是人與人的科學 任何階層都用得到 那沒辦法 我們學電 教的不夠深入 欸不過我覺得我在 傳播系 真的有一些不錯的老師啦 像是我有一次講到 那個電影票房的事嘛 那堂課真的非常好玩 那堂課 每次要下課前十分鐘 老師就會 帶我們看最近上映的電影 然後那個 然後有一個叫開眼電影王 然後他就會看最近上片的電影 然後他就會叫大家一起來 猜他的票房表現會如何等等的 然後老師就會跟我們一起討論 就是電影的票房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超級有趣的 然後那時候還有一個唱片公司的老師 也是來上課 然後那時候他就抽一些亞洲的歌手 讓我們去做一些報告 其中一個是初音未來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可以討論說你要選誰 那時候還有很多韓國的團體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你們選初音未來那個 選初音未來那個 我一個人做報告就好 而且我保證過關 然後我們拿超高分 然後我一個人做 好宅喔 真的很宅阿 超宅的阿 那我不care 而且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課還真的是超嚴格的 超級嚴格 因為那個老師他 我覺得剛好啦 因為我選初音未來 他剛好也比較不熟 其他 因為他以前他們公司好像是 代理一些韓國的韓國的團體 做比較多韓國的代理 所以如果今天是報告韓國團體的話 全部被這個老師罵 因為就是覺得他講的不夠正確 講的不夠好 然後很多講一些台灣的歌手的 他也基本上都被電影片 只有我呢 老師沒有講出半個就是不好的東西 而且老師覺得我弄得很有趣 有當場唱歌 有阿 我還調了一小點 播給大家聽 我不會弄 我就弄得很爛 但我只是想說可以證明說 這個東西可以就是 不是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初音未來 就是大家都可以 就是讓初音未來唱歌 這樣不是這個東西 對 這個意思 我還隨便挑了一下 對 老師就覺得很酷 老師覺得很酷 我看到老師是笑著在聽這個報告 覺得很酷很有趣 沒有 不是這個軟體 大家誤會了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好啦 屁話夠多 95%的海洋 是我們還沒探索過的 人類探索過的只有5% 剩下95%就是未被探索的神秘領域 這意味著我們對地球上的海洋 其實一無所知 海裡大部分的生物 我們都還沒有了解 他有畫一個示意圖 大概是這樣 好不然好不然 好啦好啦好啦 這款 放置盜版寶可夢 唉唷你看 真正沒有玩過的喔 放置大聯盟 武功會累積技能 OK 這個就真的很見緣 這個應該就是跟我們之前玩的放置型RPG一樣啦 就是掛著掛著掛著 等機構了 就按挑戰首領 任天堂再次收回工商 任天堂的員工剛好正在看喔 這個我們王國之類的工商要找 欸這個叫AZ了好像 有把曠野之奇玩玩 他看起來蠻喜歡的欸 要不要找他啊 欸他在直播點進來看一下好了 然後再玩倒閥的寶可夢 再見王國之類再見 被任天堂紅標了 這是蠻有可能的啊 我覺得我可能真的是接不太到 炎田中要爬起來寫卡喔 寶貝大聯盟的員工在看 工商喊在路上了 不可能我不會接的 我還是拒絕過很多我覺得不適合的工商啦 傑哥雖然嘴上講的這麼愛錢 但我們還是有一點點良知了好不好 之前還是有一個 手機品牌 我覺得可能真的不太適合 我還是有拒絕 而且蠻多事的 他問過我蠻多事的 有啦真的有良心啦 一定是錢不夠多 好啦搞不好錢多一點 搞不好是可以討論的嘛 都是可以討論的 品牌形象受損 還是可以靠一些錢來彌補 我心中受損的部分呢 可以多一點新台幣 來把它填補的 這樣就沒事了 這能蓋住你的良心嗎 我的良心很大的 這確實啊 傑哥一直以來都是最有良心的 死神的遊戲什麼都找我工商 死神 欸對耶他現在出新的動畫 搞不好有機會 有沒有辦法 這個死神連動 今天只要死神找我工商 我那一天我就承認 這個工商界死神這個汙名 一天 一天而已 工商死神 工商死神 沒有錯誤 哇 你很會WPlay喔 水衣布的圖鑑呢 有水衣布是不是大家就喜歡了 欸我的波波剛剛打了一個範圍攻擊 傷害不錯喔 就這樣吧 譴責啦譴責 這麼無聊的遊戲 我們還是不要看那麼久 優點是比豬子流暢 哇幹 都忘記比豬子流暢這一句了 確實比豬子流暢 欸我最近在想要不要買Steam Deck 因為我之前去那個創作者尾牙 有抽到一萬塊的MoMo代幣 然後我就在想拿來買個Steam Deck 但是我也有一種 我好像買了也不會玩的感覺 我很少出門 我覺得我不會 我覺得我不會帶出去玩 而且他在外面可能只能玩兩個小時 又很重 對啊而且我在家就用電腦 我買了我會玩嗎 不用會玩有就很酷了 但我覺得你講的好像有一丁丁道理耶 昨天菱形跟我說 你買了Switch藏在玩嗎 我說沒有 你買了PS5有藏在玩嗎 也沒有 那就對啦 你買了只是想要擁有 然後我就欸對耶 主機渣男 主機也他媽渣男幹 我真的是在想 到底買了我會不會玩 肯定浪費 王國之類限定機了剛好 欸王國 欸 欸 換一條王國之類限定機 欸好像不錯耶 這樣子我這個一萬塊再多加一點點錢 我就可以換王國之類限定機 喔 行動囉 行動動囉 哇 你是不是任天堂派來的 這個 這個選項聽起來不錯 買遊戲比較好又不是NS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啦 喔唷 那不一樣 買了也不會給你工傷 少囉唆啦 喔唷 五星耿鬼有沒有 耿鬼他媽的臉也太醜了吧 五星拉普拉斯 五星火爆猴 T0啊T0這肯定T0 T0是水衣布 沒有水衣布喔 好這款 放置MonsterLegend 78%陽性21%陰性422人投票 沒有錯就是這樣 強力譴責 份Game再見 今天我們來玩這個 One Bit Adventure 唉唷 這個音樂聽起來有料 酷酷的血騎士 單機老人臭飄出來了 喔喔喔 他是走一格一格的喔 還有這個咔咔咔的聲音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味道對了味道對了 喔喔喔喔 不錯喔 不錯喔 打開等到蘋果可以治癒裡面問題 欸是我不動敵人就不會動嗎 對 就是要這種老人臭喔 沒有錯 完了 年輕人肯定不懂吧 這些單機老人媽的在高潮殺小 唉唷做火可以休息 這個遊戲太有sense了 這可以玩一整天吧 沒有錯 就是這個味 就是這個味 不錯阿 整體節奏也還不錯 而且音樂很好聽 魏傑克而出的老人手遊個屁 肯定不只我 很多老人都直接高潮 我的電子洋尾好了 我在想要不要買Steam Deck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想 可不可以治療電子洋尾 雖然我目前的電子洋尾不到嚴重啦 我是有在想我可以買Steam Deck 來玩巫師3嗎 但是巫師3他現在又有出那個什麼 高化值 好像這樣有點浪費 因為我覺得玩遊戲 最大的困難是 心中會有一個障礙 會覺得阿好多事情沒做完阿 打開遊戲好像不太好 所以會在想說 如果Steam Deck 我可以隨時就是稍微 休息一下的時候 可以躺在床上打開來 是不是心中可以 稍微比較不會有這種 對於開遊戲的抵觸的感覺 目前PS5只有玩過沃龍嗎 亂講 沃龍也是用PC玩的 我目前用自己的PS5 沒有玩完任何遊戲 就是開來玩下血緣詛咒 然後開來玩下惡魔靈魂 就是稍微調劑一下身心 八蛋也就這樣 買了個擁有感 就是我擁有了PS5 好爽 就這樣 所以我就說啦 我最擔心的就是 我買Steam Deck 買了又沒玩 所以我今天才在FB問 各位有買Steam Deck的大佬 還有在玩嗎 PS5 我是好遊戲機嗎 不你是空氣清淨機 這款 One Bit Adventure 75%陰性 24%陽性 24%陽性 24人投票 不愧是我們單機老人們 欸 果然是非常喜歡這款 好我們來玩這款 Suki Odyssey 欸看起來不錯喔 該不會是一個療癒的遊戲吧 居然還沒有中文 這款不太適合實況 是掛機等事件發生的遊戲 喔 好吧沒關係 我們就簡單碰一下 稍微認識一下就好 他是旅行青蛙類型的是不是 了解 這款相較於前作多了小屋的功能 他的前作就是旅行青蛙嗎 這個美術超療癒的欸 他現在叫我做那個 做一些基本教學 哇 他這個手機出來的畫面太可愛了吧 我覺得是一個適合推薦 給你的女生朋友的遊戲 Google叫月兔漫遊 你的女生朋友就會覺得你有Sense 這款可以交多少個女生朋友 這是看你的努力了 教女友去玩光譽個屁 不要去光譽殘害幼苗 我還不能改語言 哭啊 教女友不是該玩慧欄檔案個屁 太危險 這遊戲後面沒什麼更新是不是 可惜了 不然看起來都真的不錯 快點讓我切總文啊 怎麼沒有交友軟體來找傑哥 其實也有 還蠻多我都拒絕 不是那些交友軟體 很多就是 這個主播麻煩幫我們示範一下 麻煩跟我們裡面的這個 小姐兒互動一下 完了 我玩完教學了 現在是不是沒事了 現在就是等 等時間是不是 小姐有幫你套好嗎 我印象中好像是有說可以安排誰 集點跟你來個互動這樣 但我沒有接嘛 所以我不知道詳細 女人只會影響傑哥快篩的速度 沒有錯 看不到傑哥約跑課程 亂講 哪有在約跑 旅行青蛙類遊戲 所以他睡覺了 他睡覺了 好啦很可愛 喜歡的話可以去載 這款叫 這個我們就不塞了 因為就 也沒辦法玩什麼 上次聽傑哥的話 載了一個交友軟體 確實有收到女生的聊天資訊 但對話都要付錢 我就默默把錢刪掉 去抽遊戲角色了 那你很棒啊 你很棒 快樂就好 忠於自己 你想怎樣就怎樣 那個交友軟體是不是叫Aero Blast 真人版Aero Blast 小心沒頭像 就有女生主動找你的交友軟體 通常是機器人或員工 匡你付錢就沒下文 我好像有看過那個 中國的主播在介紹 那種會坑人的 你還沒充錢的時候 就有人一直問你 啊小哥哥來聊天 趕快充錢跟我聊天 你一充人就沒了 好啦我們來玩 Aero Blast 今天他媽的 還敢再去洗洗睡 最好要給我留下來 一張圖片吧 看看我賺了多少 我賺了快一萬五耶 我們來玩Flegia好了 Flegia跟Lia一起玩 Lucy我們可以下次玩 我們不要一次把他消耗光喔 很珍貴的很珍貴的 而且他現在有金錢加倍啦 所以賺了快很多 HORNY PEOPLE JUDGING MY ASS 這個讓色色的人 屏斷我的屁股 這個我看得懂 有有家屎 今天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圖片了 捷哥現在玩Aero Blast 很像平日瘋狂加班賺錢 假日直接在酒店 約小姐一整天的那種男人 幹真的 捷哥變成這種遊戲的大佬 怎麼會變成這樣 沒辦法 我這個好歹也玩了一百多關 他什麼時候有發屌噪給對面的選項 對啊應該要有發屌噪的選項啊 正常男生都這樣吧 看到漂亮女生先發屌噪 我說其他正常男生不包含我 我比較怪阿 我不會發 我不會沒事發人家屌噪 謝謝捷哥 聽信你的話 當個正常男生 我現在在警察局 喔那我只能說關的好 這個關的沒有錯 我真的很想問到底 發屌噪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一天到晚 有人會覺得 哇 是個漂亮女生 把屌噪給他 這個邏輯在哪裡 女生發奶照邏輯 幹 沒有阿 女生哪會發奶照 我就沒有收過 你找一個會發奶照的女生來我看看 不可能 我不信 我就沒有收過 為什麼有 幹 我剛剛在那邊顧著聊天 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有什麼都沒有 幹 你他媽的 幹這個6500不要太過分耶 去洗澡8小時 去洗澡8小時 人家有身價的 那他最好要發一張很屌的給我 他最好要來一張厲害的 幹 他就最後兩張不發耶 還是我們的莉亞最棒的對不對 我們的GIGAMUKE 一定可以治癒我們的心 我第一次 在這個遊戲上 遇到有人一張圖都不發 去洗兩次澡的 而且還真的比較貴 他貴就貴在會去洗兩次澡嗎 體會到什麼是剝皮妹的滋味了 幹 我不懂什麼叫剝皮妹 不知道 剛剛一收錢就消失了女生 聽起來好真實 你經歷了什麼 為什麼聽起來好真實 為什麼要在遊戲上 還遭到和Tinder一樣的待遇 幹 真的耶 我他媽在Tinder上就算了 至少人家是真人 你他媽的這個圖片也敢這樣搞 講什麼會被發洗澡卡 你是說這個遊戲還是你在說現實 你在現實裡面開始教育女生 他就會發你洗澡卡 他如果今天跟你抱怨 這個公司老闆好機掰 好靠杯喔 然後你就跟他說 沒有啦其實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而不是這樣這樣這樣 他就說好啊我去洗澡喔 我盛世的學妹很愛乾淨 我一聊天他就去洗澡 你學妹是淨香是不是 你怎麼那麼熟練 傑哥就愛教育的直男 我靠 他就手伸的過去吃麵嗎 比碗大 他要吃這個麵很辛苦 他手要這樣抬著 砂鍋一樣大的 這個有漏溝啦 有進步 希望下一張可以再更進步一點 雖然不想接受 但真的太大了 看來是真貨 就說是真的齁 我對這個人的興趣不能用信譽來形容了 還是你是抱著 看Discovery的心態再看 Delicious Are you referring to the meat or to me 喔 我說兩個都很讚 他家五他不喜歡性騷擾系的 他覺得太油條了 AI會圖失敗 你知道 我看到三奶才真的覺得是AI會圖失敗 結果他是真的 而且還是有背景故事 他是為了吸引人 去動手術做了第三顆奶 三顆不嫌少兩顆恰恰好個屁啊 三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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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移植 不是他不是移植 他應該就是做一個假的吧 那個應該就是用手術把一些肉之類的接在這裡 傑哥剛放出GIGA milk被室友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該怎麼解釋 你就說看什麼看啊 男生不就喜歡大的嗎 你不也是嗎 你不也是喜歡大的嗎 少在那邊給我裝 裝什麼清高啊你們